大人 虽然我不懂艺术 但也知道成为石雕大师的难度 毕竟武技修炼才是正道 所以以小林雷的天赋 完全有机会修炼到八级强者的高度 我一定要帮助父亲大人重振家族 父亲大人 这么晚带我来祠堂 你过来 你已经十二岁了 按巴鲁克家族的传统 你现在已经是 可以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了 接下来 我就要告诉你 我们家族最大的秘密 家族秘密 你先说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吧 传说家族先祖是一位石雕大师 同时也是一位强大的八级战士 他创造性的将石雕技巧和五级结合 只是后人再没有人能达到他的高度 家族也逐渐衰败 你说的对 可是那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巴鲁克家族的真实历史 这是先烈的灵气 让你可以看到他们生前的事迹 夫妻大人 这是 什么 吃惊吗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吓得坐到在地 你可比我小时候强多了 西尔曼说 你们已经了解了四大终极战士 是西尔曼说说讲过的超越九级的终极战士 那么你听好了 巴鲁克 玉兰大陆第一位龙血战士 巴鲁克 玉兰历死五六零年 在陵南城城下迎战冰霜巨龙和黑龙 最终将冰霜巨龙和黑龙杀死 名震天下 日兰历四五七九年 巴鲁克于大陆北海海岸线上迎战九头蛇皇 当天的海啸不断 城池崩裂 急战一天一夜后 巴鲁克终于斩杀九头蛇皇 最终建立巴鲁克家族 巴鲁克为第一代组长 瑞恩巴鲁克 玉兰大陆第二位龙血战士 瑞恩巴鲁克 玉兰历四六九零年 在魔兽山脉 击败并收服一头圣域黄金龙 成为黄金龙圣骑士 其后一人一龙横扫了整个魔兽山脉 几乎让魔兽山脉这个名字成为历史 哈泽德巴鲁克 玉兰历五三九五年 玉兰大陆第三位龙血战士 首战于落日山脉 急战圣域魔兽血精宗毛狮 将血精宗毛狮击败 并令其落荒而逃 名震天下 他的事迹还不止这些 更重要的是 他以一人之力支撑神圣联盟 对抗黑暗联盟的众多强者 数百年之久 巴鲁克家族已经传承超过五千年 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最纯正的 龙血战士的血液 这才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巴鲁克家族真正的历史 那为什么我们家族 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血统 如今却 在哈泽德巴鲁克之后 大约一千年 巴鲁克家族出现了 第四位龙血战士 在过去大约一千五百年 相隔了数十代后 才出现了第五位龙血战士 从那之后 再也没有龙血战士出现了 最后一位龙血战士 仅仅在玉兰大陆存在两百年 而后却消失不见了 以前多年下来 巴鲁克家族也完全衰败了下来 因为要成为龙血战士 主要看体内龙血血脉的浓度 可是随着一代代子弟传下来 巴鲁克家族子弟体内的龙血浓度 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 随着血脉的传递 有时候也会突然出现 血脉浓度较高的特例 如果达到修炼龙血秘典的标准 也就有可能再度让龙血战士的传说重现 龙血秘典 那是什么 龙血秘典 是专门让拥有龙血血脉的人修炼的秘典 通过引发体内的龙血血脉 得到强大力量 可惜一千年以来 家族已经没有人能修炼了 正是为了保护他 我们才隐姓埋名 将龙血战士的秘密埋藏起来 我资质不足 没有修炼的能力 家族的希望就落在你们两兄弟身上 你已经十二岁了 现在就可以比较准确的 检测你身体内的龙血浓度